創業只是一下子 不要說別人的提示 因為給你提示的方式有多成功 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個才華 你要有勇氣將它放大 你一定會有成就 因為一次跟朋友出去玩 穿了T-shirt和軍褲的Stephanie 吸引了家裡也有同一款衣服的Rio 因為時裝展開了八年的愛情路 當時Rio是高級時裝品牌的售貨員 Stephanie開了一間美甲店 各自每個月都收入幾萬元 但因為想Rio盡情發揮所長 Stephanie就建議夾錢開時裝網店 Rio就遲了收入穩定的工作 更加自斷後路 在下巴紋買身以市決心 增賺當然有 因為我們本身兩個都大小 我們都有搬出來住 第二 我們每個行量都沒有什麼書 如果不試的話 一直下去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跳出 一個舒適室去試一試 兩個人用辛辛苦苦 存下的幾十物 租了一個Studio和買貨 雖然家人都很支持 但身邊的朋友一點都不看好 全世界都很擔心 全世界都不看好 兩夫妻去做生意是OK的 但情侶去做生意就不OK的 米里外人不看好 他們去年直接結婚 生意也越做越好 Stephanie更放棄了美甲店的生意 專注打理時裝網店 而他們的Instagram 更加有萬幾個人追蹤 最高峰市的一個月賺25萬 全靠三招 在韓國入貨的時候 老婆就立刻在酒店裡試著 而老公就用男性的角度給意見 再即時決定入什麼款式 搞少入錯貨的機會 如果我們店鋪最好買的 很出奇地是褲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 在網上買褲 很多製爪 因為很多客人覺得沒得試 很幸運地 因為我太太本身是一個 下身比較強壯的人 所以她就是一個主要模特兒 如果她穿得漂亮的褲 基本上客人也會穿得漂亮 我一直都說不要啦 這麼老 她就跟我說 網上的人不喜歡見你太漂亮 你自然的臭臭 那些人更喜歡 當時我聽到這句的時候 我問是真的嗎 我已經不扮演美女 照樣張大鼻孔 我問是呀 你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更好 所以就給了信心 我叫隨便吧 踩過界拍片放上網 輕鬆搞笑地分享生活點滴 還趁機拍片介紹新貨 成功吸引了一班粉絲和新客 刺激了生意額 所以在網上搞生意 真的少點想頭都不行 上甚麼 給我看看 這個 有 像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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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